那唐鳳跟呱吉 请问如果是你 你会希望你的数位身份证上 印有哪些讯息呢 这个 我想 唐鳳又再度的拿出 他的目前的这个 原始版数位身份证 上面有唐鳳的名字 就这样啦 卡体 就这样 那你觉得照片是必要的吗 我目前这个 我一直放着不换 就是因为我如果要换的话 就得要有照片 所以你觉得有照片 其实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我如果需要photo ID的话 我会另外再拿下我的护照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刚刚看到 其实在那边有显示出来 一个出版的这个数位身份证里面 其实它里面包含的资讯 其实有一些我们已经删掉了啦 像性别已经删掉了 你的健保卡上也没有性别啊 懂 了解 然后 性别现在 因为现在性别可以选的答案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可能会一次不断地 增加新的可能性 对 因为性别你可以用第二码推支 对 所以说不定 你会有十种性别 对不起 因为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背面 现在父母姓名 配偶姓名 亦别出生地住址 现在也都已经删掉了 变成有结婚或没结婚 但是不会 从你的配偶姓名里面来推测 好比方说你的性倾向等等 了解 会儿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